新竹市环保局2016年开办资源回收站点 丰收站至今已经扩增到37座的站点 去年7月更启用了11台24小时自动辨识的无人回收站 以高科技的方式搭配集点好康等活动 大幅提升全新竹市资源回收量 5年来总回收量成长超过3万5千吨 去年的回收量更是超过10万公吨 新竹市环保局长江胜任说 最近市政府对整个资源回收场地 预计要投入2400万元 希望在这个场地里面大概有1700平方公尺 除了水泥铺面的一个改善以外 就是再加上钢市的这个遮雨棚 然后另外再加上就是大概有22类的一个分类的这个区块 让整个支收的一个分类更为完善 也让我们同仁在那边作用更安全更舒适 环保局也统计每位新竹市民平均每天资源回收量0.62公斤 资源回收率56.45% 景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